另外一項爭議的政策則是新的護震系統 月前正式上路之後呢 狀況連連 民進黨立委段一康還揭露 承包護震系統的軟體廠商執行長 和政務委員張善政交情甚獨 因此不會追究責任 對此 內政部長李鴻源表示 一定會秉公處理 而行政院長江一華也承諾 下週檢查報告出爐之後 如果有人為疏失 懲處的層級沒有上限 新護震系統上限已經超過半個月 但政府花大錢建置軟硬體 卻還是卡卡卡 出包連連再度引來立委批評 這5億8千萬花了這樣的巨額 去建置這個系統 然後現在內政部長告訴我們說 軟硬體要升級 那升級是不是還要再花錢 那誰要負責 依照內政部跟資託鴻宇的合約 如果系統出問題 每一天要罰100萬 請內政部告訴我們 到現在罰了多少錢 立委還質疑 內政部花大錢 卻不敢讓軟體商出面擋子彈 就是因為這家廠商的執行長 沈安石政界關係良好 沈安石在IBM任職的時候 那個時候行政院的政務委員 兩位政務委員 一個是張善政是她好朋友 另外蔡玉琳是她的部署 是那個時候台灣IBM的法務長 以這樣的背景 無怪乎現在沒有人敢去追究資託鴻宇的責任 這個跟司儀沒有任何關係 因為台灣科技界小小的 誰都互相認識 一定秉公處理 所以請大家放心 不過呼聲系統問題不斷 就連台北市長郝龍斌的女兒也受到波及 國民黨立委也不斷追問該負責的層級 負責層級無上限 護政系統頻頻出包 讓內政部被K的滿頭包 就算行政部門承諾改善 但要不要廢標 李鴻元也要等報告出爐 如今隨著立法院開議 內政部的種種疏失 都將被朝野立委搬上檯面放大檢視 郁電TV 錢子敏之剛 台北報導